他做對一件事情 他不會有陳水扁的下場 因為蔡英文已經認了美國當干拔了 所以美國人會保護他 我跟你講 只要美國人保蔡英文 下一任的總統就算是國民黨的 也不一定會感動蔡英文 我講的夠白了吧 今天陳水扁他為什麼會下台 美國不喜歡他 他 美國修理他 根本就是美國出手修理 陳水扁就是得罪了勞 我覺得陳水扁的政治性格 還有他當時特殊的政治處境 他其實是台灣最適合跟老共談判的人 我覺得他很可惜 他把這樣一個大好的機會搞砸了 兩個原因 我覺得很可惜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他當然希望20年贏 他如果20年贏的話 他就不會跛腳 那24年呢 我覺得他很個人的原因 他當然不喜歡賴清德 但是現在賴清德 我覺得還是贏面最大 接班的可能性最大 可是陳建仁沒有團隊 蔡英文就是他的團隊 英隊就是他的團隊 但蔡英文一直就是 小英團隊一直希望是陳建仁 但我覺得陳建仁應該是個扶不起的阿董 不行 他太軟了 他不行啦 對於蔡英文來講 他做對一件事情 就是呢 他不會有陳水扁的下場 嗯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已經認了美國當干爸 哦 所以美國人會保護他 至少也可以去美國住 他 我跟你講 只要美國人保蔡英文 下一任的總統 就算是國民黨的 也不一定會改動蔡英文 我講的夠白了吧 嗯 雖然我是 講這種話是很不舒服的 嗯 可是今天陳水扁 他為什麼會下台 美國不喜歡他 他是美國修理他 對 根本就是美國出手修理他 因為那個很多資料是美國給的 這些關鍵的證據 就是美國給的 如果不是美國的話 陳水扁不會變階下權 嗯 所以陳水扁就是得罪了老美 嗯 那我換過頭 我換回過頭來講 其實如果陳水扁不貪腐的話 嗯 他們家不要去搞成這個樣子的話 動不了他 當時2000年當選的陳水扁 連藍營都忠心的祝福他 他當時有拿到了大概有8成的支持度 剛當選的那時候 大家都希望說 夠了 台灣也應該民主化了 台灣也應該政黨輪替了 換看看 既然是這樣子 對 大家都給陳水扁這個機會 讓他好好幹 我覺得很可惜 陳水扁搞砸了 否則的話重點是我下面要講的 我覺得陳水扁的政治性格 還有他當時特殊的政治處境 他其實是台灣最適合跟老共談判的總統 但我覺得他很可惜 他把這樣一個大好的機會搞砸了 兩個原因 一 民進黨沒有人有國際觀 民進黨沒有人有辦法幫忙他玩這個遊戲 沒有團隊支撐 完全沒有 二 他有一個貪腐的家庭 把他給玩完了 然後他玩完了以後他就開始亂搞 他亂搞之後美國就修理他 那所以 我覺得很可惜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你想像看 如果陳水扁今天不是這樣子 他真的幹得很好 那台灣的政黨輪替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會是一個健康的循環 對 然後 國民黨就會好好的痛病失痛 我們做了這麼多 我們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們做了很好的事情 那今天民進黨這樣 國民黨 我跟你講 國民黨才會真的改革跟脫胎換骨 對 而國民黨沒有 因為民進黨太爛了 爛到一種 你會覺得怎麼可以這麼爛啊 我的媽呀 因為完全沒有制衡力量啊 我這樣講 我已經講過不止一次了 但是我不知道 立文 可是我覺得很悲哀的是 美國正在步向台灣的後塵 美國自己也要瓦解 現在所有的美國人都在講 美國實際上是分裂的 就跟台灣一樣 美國的民主跟台灣一樣 只有立場 沒有是非 越來越極化的啦 對 然後今天你整個的美國內部 是分裂的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相信川普的 覺得這是一個天大的英明 他是被幹掉的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不相信川普的 覺得美國怎麼會養出一個 這麼糟糕的人來 然後兩邊是水火不輪的 完全不會接受彼此的觀點 到今天川普的支持者 是不接受你拜登是個合法的總統 那其實他是布上台灣的後塵 台灣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這個藍綠的對立 已經到了沒有是非 只有立場 所以我才會說民進黨支持者 怎麼能夠在民進黨 一而再 再而三的跳跳騙人 安撫 幹盡所有這些 幹盡所有這些 這個窩囊 然後骯髒的勾當之後 他們還是無怨無悔的去支持 因為就一句話 對 不然你覺得叫我去支持 那個中國的國民黨嗎 這樣子就可以讓他忍受 所有民進黨的爛事 連他自己感染他都可以吞人 然後你整個台灣就是倒退嘛 你今天民進黨可以砍媒體 民進黨可以貪腐 民進黨可以做所有的這些爛事 然後防疫可以搞成這樣 可以搞得一塌糊塗 草菅人命 民進黨支持者都要接受 都要吞下去 都還要繼續的支持他們 台灣就不會進步嘛 所以台灣就變成是比爛的嘛 就變成是這樣子啊 然後所有大家就一次墮落 那整個民主是大倒退 跟美國一樣 美國是走在我們後面 我們是唯一一件事情 走在美國前面 我們倒退比較快 美國是走在我們後面 就你讓民主政治發展 兩三百年之後 現在的民主讓所有的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是一個笑話 背後存在的 你看其他的國家 就是一種族群宗教的歧視 不平等 就是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有錢的 就笑貧不笑倉嘛 有錢就大聲 有錢講話大到不能倒 就這樣子啊 我覺得我這邊再補充一個八卦 我忘了我有沒有跟立文講過 就是當年的王立強 百分之百是美國受益澳洲 找了一個零演出來 演出來的那一場戲 你記不記得王立強那個時候 對 雖然我記得 沒錯啊 而且我告訴你 我的佐證呢 竟然是來自GQ還是Vogue 他們去年出了一份調查報導 他說各位 你有沒有聽過哈瓦納症候群 哈瓦納症候群 就是去 那個古巴的外交官啊 會覺得好像被超音波武器攻擊 就是會頭痛 然後身體很不舒服 好 然後結果他中間做了一個調查報導 他說CIA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應該也有可能是前面2019年 在年底左右10月 曾經有一組人是CIA的Top5 就是該情報局裡面前五名的人 從澳洲飛來台灣 在台灣待了五天 然後他們說他在那邊受到超音波攻擊 那我個人 我對這個陰謀論最感興趣 所以我就去看 那五天 10月那五天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王立強事件 就是正好澳洲的 出了一個消息說 王立強說他操縱台灣的選舉啊 他拿了錢向心啊 然後給他錢 那一組人就這麼巧 所有的國際大事裡面 只有這一件事情 是在10月從澳洲到台灣來 然後那一組人呢 我還是要講CIA前五名 大概不是這個Deputy Director 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Deputy Chief之類的 就是他一定是副局長之類的人物了 而他來台灣竟然沒有任何公開消息 而出動的到他的 一定是極其重要的事情 所以結果沒想到我 因為看哈瓦那政后群 發現那個時候美國特別派這一組人 就王立強嘛 那為什麼王立強 因為韓國瑜不願意去美國 連那個當時蘇起說要幫他安排 韓國瑜都不要 我也不知道他身邊人是哪裡有問題 那就美國當時就下判斷 這人沒有救 這人如果選上他一定親中 所以他就硬生生的被美國斷了 他後面那條線 王立強這個案子呢 你看大家回去看 20年21年還有王立強嗎 向欣夫婦是不是查無時政被放走了 他就是為了選這一個局 硬生生把這個事情把韓國瑜弄掉之後 所以就搞掉了 所以我跟你講 Charles Chen你不要搞錯 當時不是美國不想見他 是韓國瑜完全不願意去美國 徹底不願意 蘇起都說我來幫你安排 但韓國瑜不願意 所以這故事呢 到這邊告一段落 好 跟大家講說 美方就是不要韓國瑜 那韓國瑜自己要不要檢討 這我不管 這只是我知道的八卦 你講的沒錯 韓國瑜美方就是認定 韓國瑜不行 對 所以 就是韓國瑜輕忠啦 對 然後美方就是認定這樣 然後再加上蔡英文100%配合嘛 所以他們就是選擇了壓蔡英文 對 然後 哎 美國不會在旁邊看戲的 不會 她是主動出手 對 對 她真的主動出手 哎 美國出手影響其他國家的選舉 又不是第一次 我們也不是第一個 太多了 對啊 那講白了 五眼聯盟跟美國合作這麼好 就澳洲嗎 那所以澳洲配合你 出了一個王立強 絕對是 就像流星一般的立強化過了天氣之後 然後這個人就消失了 再也沒人跟我講說 王立強是什麼中共派來的 然後買了什麼人 向心還被 夫婦還被收押 收押整整一年 最後北檢查無實據 沒有洗錢 但他就在台灣被關了一整年 現在不知道人到哪裡去了 這個 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